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杨货篇第四节 知,就是指指啊,用工具修路,或者去劳作,称之为指,那么有趣的意思 那么,就是,孔子到哪里去?五无,五无就是,本来呢,就是指这个工具,放到一起 那么,称之为五,或者是说,工具对工具,工具本来是用在劳作的啊,工具是对这个非人以外的 你比如说,动物啊,植物啊,土地啊,石头啊,那么斧子,刀,这些锤啊,用来对付那些东西啊 结果那对人了,就称之为五,工具对工具嘛 后来,就,咱们用来对付人的,叫武器嘛 咱们用来剥夺人的,生命的,伤害人的,这就是五字的由来 城,就是成功的城市一样,城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工具都挂起来了,做完了嘛,城了嘛 那么,用土子弄起来,就是一群人做完了,就这么一个地方 一群人做完了,都挂起来了工具,到那里面居住所有城的意思 那么,在这这个五城呢,就用今天的话就是 演兵场,啊,叫军师演习基地 啊,士兵啊 军队啊,从那个地方去 训练,啊,训练干什么,训练,杀人,多可怜 其实都迷失了嘛 那么,文,文就是耳朵听到,耳朵搞到信息,称之为文 旋呢,和旋,那个旋,没有公子旁的旋是一样,都是这个旋 旋最早的时候就指着,蚕丝啊,或者是说,马尾,就是周毛啊 用来做工的那个,往外发射箭的,不叫旋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大来猎,可以把箭抽发射出去 没了,哎,比较快 所以呢,这个旋呢,也有来回变化的意思 那么,在这儿呢,就指公旋 隔,隔呢,就是指这个,和那个,隔啊,就是,是一个意思 那么,隔是什么呢,就是指,拔树皮 那,树砍倒了,把树茶,树皮,整理树,称之为隔 就是,有用工具,去,这个,把树皮 后来呢,有动静嘛,就叫做隔 哎,有时候觉得叮当,叮当,听好听的 哎,人也发个声,后来就隔去 哎,就叫,哎呦,回来加个,签字 哎,就是,歌唱的歌 那么,这个地方,玄歌呢,也有那个意思啊 啊,弦歌,就是指,这个,这个,弓弦啊 蹦,蹦,蹦,这种,或者是刀枪剑截啊 噼啪啦,哎,这种还挺有节奏的 哎,不是那么激烈,就像唱歌一样 这声,那么就是,就是,闻到,就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是啥意思呢 那,孔子就,假,他为什么 夫子就是指孔子,夫嘛,就是,嗯,懂道理的人嘛 哎,能够担当的人 成功做成人的人 成功做成人的人,就是,不和君相对 那么,嗯,没有什么所谓的行政之位 哎,就是,孔子,玩,和玩是一样的 就是,嗯,这个,这个,人的这个表情啊 嗯,怎么说呢 嗯,跟真实的表达呢 不一,啊,就,因为现在话就叫苦笑啊 嗯,耳嘛,哎,就是指梳头嘛 梳头的梳,那么后来就是,看完耳 就是指,完了,哎,这个,这个,脸上有表情嘛 那么,又跟真正的这个,内心想的不一样 所以,用苦笑的意思 嗯,笑呢,就是心里高兴在脸上的表情 哎,嗯,起皱纹 嗯,嗯,称之为笑,高兴 那么,孔子呢,就,呵呵,嘲笑啊 就像我这么笑了一下 就意思,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要讲这个事,啊,讲什么就 是吧,歌姬沿用载牛刀 歌嘛,就是和那个歌啊 嗯,就是,我们说拔树皮嘛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是拔动物的皮啊 切割动物的肉,用刀切,称之为歌 那么,歌姬,鸡就是一种鸟嘛 那么,后来被人驯养,驯服了 用人饲养的这个鸟,称之为鸡 那么,就,歌姬嘛,就是指 杀鸡,要它的生命 烟,我们说就是,呃,鸟的羽毛 那么,就是,用来记这个,这个,事儿啊 怎么回事,回去找找对用烟 是指着什么,为什么的意思 或者,咱们的意思,用 嗯,跟我们今天的词都一样啊 就,使用的意思 结果最早这个用,就是指度量衡 那么,用,拿着度量衡去量嘛 所以就叫用嘛 嗯,载牛刀啊 载牛那个刀,那就是要大个儿 那个儿大呀 嗯,那么,鸡嘛,小啊 用不着那么大的刀 所以说,这是个意思 那么,紫游队员 紫游听了,彭子这么,哈哈 皮笑肉不笑的 这么哼了一下,笑了一下 马上,就是,回答 对,就是 相反,哎 阴阳啊,公母啊,雌雄啊 男女啊 那么,这种,相反的,哎 称之为对 那么,在这里就指回答的意思 西,和西一样,就是 以前 嗯 言也就是指,自由自杰 称乎自杰 可能是自啊,或者后 嗯,诸,诸就是诸,哎 个个啊,夫子,就是 嗯,和公子一样嘛 懂道理,知识多,境界高啊 在这种普通,所谓的民间 呃,觉悟的人 那么,在这,祝父子的意思呢 就是指 听老人说,哎 或者说,听 老祖宗讲,哎 那么,君子学到 自爱人 君,我们说过嘛 成功做成人的人 君子都一样 那么,学呢,就是 把信息啊 知识啊,考虑到自己的脑子里头去 挪到自己的 这个,信息库里头去 称之为,学道 就是路,哎 那么就是指规则 啊,就是真理真相 嗯,则啊 就是也是拿度量红去 爱人 爱的意思呢 就是指 平等对待 称之为爱 那么,君子学到 则爱人 就是指君子学到呢 是为了去平等对待同类 同爱人 就找到这个 人对人的这种真理真相 那么,小人学到这意识 识意呢 我们说过嘛 就是指位置的变化 嗯,就指 变化 识嘛 就是指 这个君啊 或者臣啊 这些相为士啊 这些仔啊 拿着多量红到周围 就为大家服务 称之为 使 怎么去服务呢 赶着马车 所以在路上 去赶车马 称之为使 那么意识呢 就是变化使 什么意思呢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变通 哎 怎么 把自己的私利啊 嗯 融合到这些 所谓的道理道中去 他为什么学到 他就这样 有所谓的 叫鬼胡子啊 叫什么百合树啊 说白了就是骗人树 哎 就听的人被骗的人 感觉不到啊 意识 就是说 你真正的道理 就把它改 改一下变通一下啊 嗯 就你觉得很好 哎 这个一变通吧 人是 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啊 我们一变通 说白了 就是欺骗啊 那么小人学到 这个道理 他是很危险的 那么他就会去 变通啊 为了自己一举之私啊 我说话叫模糊边界 转移概念 最终为自己一举之私服务 那么 孔子一听 对 因为孔子也是父子啊 那么和以前的父父子一样 他是有动道理的人嘛 二三则啊 你们这几个啊 的意思 那么 燕之言 是也 是就是光照着那个样子 就那样 上一章我们讲过吧 那个阳一样 阳之光照通足 显露在那 光线通足 是呢 就是光线通足 照在那啊 就那个样子 你怎么看都不会变 就是是 世界的是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讲的是对的 是就是对的吗 就那个样嘛 那就是对的 嗯 前言戏之 啊 言嘛 啊 就是竹子 从地里巴卡巴卡长出来啊 竹笋 有声音 所以叫 说话 或者是描述 或者当 生小竹子 或者生孩子 那这就是指所说的 那么 前言就指孔子 刚才讲的啊 玩儿而笑 所说的 歌姬 在牛刀 戏 戏是什么呢 就是用动作说明 你要表达一个意思嘛 用动作去说明 也就是说表演 演绎 嗯 用动作啊 肢体语言 称之为戏 所以后来就唱戏嘛 那么 耳啊 就是指耳朵 那么 意思呢 表演给耳朵 通过这个声音啊 给听的 那么后来的你说这个耳呢 你说严格意义上讲 那它也可以有意思 细致耳也可以 那么 没意思也可以 大家现在都主张呢 就是说这个字呢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是说做一个副词 或者语气词 实际上呢 这原来都有意思 后来呢 因为它简直的 不那么重要 什么什么耳 就是霸了它意思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 孔子呢 去到这个演兵场 到这个训练 这个军人 的地方去 或者大家 一个居住地的地方 就是打套场 那么到那儿去呢 就听到这个训练的 这个声音呢 跟唱歌一样 你想啊 训练 真正训练呢 就是应该 叮当啊 就是声音很激烈 你现在呢 就像说是练武术啊 就是表演一下 叮当 跟唱歌一样 那孔子就笑了 实际上呢 那真正演练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吃打食的嘛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就是车打起拉虎皮 那个意思 就是本来 没有那么凶险 弄得奥奖 是很那个的 去杀鸡呢 拿个大刀 奥奖 这个事情 大很卖力 这个事情很重大 其实呢 就是造假嘛 就是 你那叮当 打的时候 或者是交歌的时候 就是 就是这个交锋的时候 就是 跟唱歌一样 哈哈 悦耳 乒乒乓啊 出来这个声音 那么就意思呢 造假 故意渲染 这种激烈程度 就好像是 你去杀鸡 拿了个大刀 就是表示 我就是杀鸥 这个意思 本来很小的一件事 就夸大 那么这种伎俩实际上 也就是欺骗了 所以孔子在后面说 叫戏尔 演戏 奏索 好到那个军呢 到王呢 去多领点 训练经费 今天的话说 就是 吃空穴 喝冰雪 我这个训练 烧了五十吨油 实际上连五吨也没烧到 就是这种东西 你说 为什么烧五十吨油 我们是杀牛 我们不是杀鸡 杀鸡五吨就够了 一吨就够了 所以就是 这个意思 孔子通通 看出这个道理来 所以他就苦笑着一下 如果人呢 都迷失了 什么事情 就故意的渲染 这就我以前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无限放大 别人的错误 和自己的成绩 这在这个地方 就是放下自己的成绩 自己的 要人的一面 就是说 光鲜亮丽的一面 无限缩小 别人的成绩 和自己的缺点 要延期积过 轻描淡写 就是人世间的 这些丑陋的行为 子游当然听说了 这个事 就觉得是 老师说的对 那么他就说 以前我也听老师讲过 西哲燕爷爷 问诸书子诀 就说 以前我也听老师讲过 或者说 我以前也听 祖宗 老祖宗 说祖宗 爷爷奶奶说祖宗 怎么回事 有这么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说君子学道 责爱人 君子 懂得道理呢 他就是要去 偏诵对待人 去爱人 对人友善 去 做符合天道的事情 成为一个君子 那么小人呢 那跟君子相对嘛 没长成人的人嘛 成为小人嘛 不懂道理 那么他学道是干什么 就要变动 通过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呢 就去 这个 变通 掩盖 就你感觉 也是 实际上他就有私利 意识 有一个变化 去使用 变化去操作 就是欺骗 怎么去骗了张三 骗李四 就像那个狐狸 给乌鸦 分饼一样啊 两面都摇摇摇摇 这个饼 现在都吃了 那这多多聪明啊 那意识嘛 你看 好啊 变化的 所以说 意识在这也有说 讲相对真理的意思 小学人学到 又就跟他下去 讲相对真理 你看着谁有用 就说谁有理 你怎么说都可以有理 前天 前几天 跟朋友还在说 这个爱恨 朋友说爱恨是一样的 爱恨应该是相反的呀 不是 因为 为什么呢 证明一下啊 为什么恨呢 因为爱 那没有爱呢 也就没有恨 所以呢 爱和恨是一样的 这个逻辑确实很强大 这里头就是有转移概念 就模糊通过模糊边界 来转移概念之嫌疑 当然了 因为你是因为爱他 所以才恨他 因为付出了吗 没看到你是 那没有爱就没有恨吗 或者是没有恨 或者是没有恨是因为没有爱呢 这都没有关系 跟这个爱等于恨 没有关系的 结果呢 通过这么一脚 一一失 和洋祸似的 大家都 哎 他觉得挺有道理啊 百合书啊 你看三十六级啊 天使嘛 所以呢 那么这 自由啊 对此也发出感慨 这意思呢 那么不是我们老师 金金老师这么说 我一天听 说老人说啊 也是说这个样子的 孔子呢 马上做这个结论 说你们这几个 二三则 一言之言是也 一言 自由啊 所说的呢 确确实实是如此 那么我们都要去学做 金子 而不要学做小人 要去爱人 而不要去一失啊 去忽悠人 那么在这也应对了 前面 说洋祸 这一篇的第一节目 洋祸 洋祸遇见孔子 孔子不见 因为你在这些辩论 或者讲什么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把道理呢 叫别人也听哪 像刚才我们讲的说 哎 就是 除非真正的明白 你才知道 那个根本就是 爱和恨 是不一样的 但是等我这么一脚 就就老讲 是啊 你看看 所以我爱你 我是爱你啊 我爱你 我就是爱你 这样不好说 不好听 我只是说 我为什么恨你啊 我恨你还有理由 是因为爱你 这就算脚别理 大家自己慢慢品 那么关键的 就是后面前言 戏之耳 那么前言 就说孔子说 哎 我前面说 讲的啊 歌肌 言用 载牛刀 他们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为什么要拿一个大的东西去夸张呢 前面讲的他们就是在演戏 演戏什么 就是用动作说明 他们很卖力 需要更多的军饷 需要更多的这个 吃费 需要更多的补助 我们什么叮当 打完了以后 刀也需要再磨 啊 斧子可以要再这个钉 多弄点东西吧 哎 但是呢 做这个过程当中 就和演戏一样 所以孔子说 前面 你们看到了吧 我说的那个东西 前面所说的 就是说他们在演戏 哎 嗯 说 啥鸡用一个牛脑去 就是指 夸张 啊 夸大 跟实际情况不符 的夸大 称之为 各地 用带牛刀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